国庆长假来了 不知道各位宝宝们计划怎样为祖国母亲庆生呢 看着窗外水泄不通的车流和人同传动的景区 牢牢想想就心累啊 而趁着国庆长假 新上映的电影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不如就去家门口的电影院 舒适又安静的享受国庆假期呢 牢牢这就为各位宝宝带来超详细的国庆观影指南 明星大咖云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9月29号上映的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率先打响了国庆假期的票房争夺战 这部由张佳佳人气小说改编的爱情片 围绕着以邓超饰演的音乐DJ陈默 与他的好友为中心 讲述了七位都市人的三段爱情 影片中邓超一改平日搞怪逗趣的形象 扮演一位孤独敏感的音乐DJ 与杜娟和张天爱 分别上演了完全不同的两段爱情 杨阳更是退去发光男神的形象 在剧中扮演喜欢捣鼓各种电器的技术宅男 由于经常惹祸 他渐渐和经常过来抓他的女警察 白白河产生了情愫 还有市井里普世中散发着光芒的月云鹏和柳妍的爱情 最重要的是 参与此片OST的王妃李荣浩林佑佳三位重量大咖 用音乐将这部爱情片塑造得更加完美 简直就是拥有超级豪华明星阵容参与 综上所述 此片观影指数四颗星 华语电影零的突破 绝技 一直备受争议的郭敬明 早在去年就大张旗鼓地拍摄自己的同名小说绝技了 范冰冰 陈伟婷 杨幂 王源 吴亦凡等多位大咖鲜肉的齐齐加盟造势 已经为绝技打下了不少票房基础 这部百分之百纯CG 打造的奇幻电影一上映 便引来了不少的争议 有人说 整体画面与打斗戏已经是良心之作了 但也有人说 只有人气偶像成场面骗票房 反而剧情驾太空 人物多关系乱 而且不免抄袭国外大片的嫌疑 不管怎么说 这部华语电影零的突破 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人民币铺满的特效场面 由张寒宇彭于烟领衔主演的警匪动作片 《梅宫和行动》 改编自真实事件金三角惨案 没有华丽的镜头 也没有豪华的阵容 但两大热血硬汉 仍然为观众带来最酣畅淋漓的视觉效果 全程高能无尿点 进行动魄的追逐 后人心弦的斗智斗勇 牵动着观众的每一根神经 据说不少观众都在影院忍不出泪奔 国庆节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如既往帅气的彭于烟 和张寒宇上演的生死追击吧 观影指数 五颗星 惊喜剧双雄诞生 王牌斗王牌 国庆档难得的喜剧片 由刘德华和黄小明领衔主演 讲述了囧探与侠盗一起突破重重困难 与恐怖组织抢夺上帝种子 冒险拯救世界的爆笑故事 高科技的大战 以及茶科打魂的港式笑料 完美诠释了典型的王金式喜剧 看到天王刘德华和小明哥这么卖力的表演 想必可以在国庆假期 给观众们带来轻松的笑料 观影指数 三颗星 说了这么多 国庆长假的电影真是扎堆啊 不知道宝宝们更钟爱哪一款电影呢 不过 如果你只想做一枚宅在家里的宝宝 那么芒果TV10月1号 已经上线的撩汉宝典 黄金单身汉 以及10月7号即将来袭的爸爸去哪四 先导片 都在等着你的猛啄呢 芒果老新闻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报道